你现在在收听的是左边茶水间第72集 有的人的理想生活是赚大钱发大财环游世界做大事 有的人呢则是希望可以简简单单 自己自足的在田园或者是乡村过着淳朴的生活 那你呢?你的理想生活是什么呢? 今天我邀请到在菲律宾爱尼岛创业的观光大使Salvia 来和你分享他是如何离开台湾找到自己不一样的理想生活 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 我们老样子来阅读今天的听众在iTunes Store上面的留言 今天的听众是Bowlife Chen 他写说恭喜一周年给了五颗星 刚看完有钱人跟你想的不一样 这本书里面讲到的不要二选一 而是要想要怎么样才可以两个都得到 就听到了Zoe的音频宇宙的力量真的很神奇 其实我有的时候也觉得宇宙的力量还蛮有趣的 就像是我最近我这一趟回台湾 我好像就收到不管是演讲的时候被观众问 或者是被朋友问 或者是其他的合作伙伴问 都问到了一个很类似的问题 就是说那Browlife或者是左边踩水间三年后五年后 有什么打算呢 就这个问题一直不断的被问到 我就感觉好像是什么宇宙的声音在告诉我说 是时候了 我必须要去计划一个比较长远的规划 也蛮有意思的 所以有的时候啊 如果你很迷惘的话 不妨就是静下心来多多聆听 去寻找一下你的生活中有没有什么很类似的pattern 一直在发生不断的发生很类似的问题 如果有的话搞不好就是宇宙给你的声音哦 那如果说呢你喜欢左边踩水间 你可以到iTunes Store上面帮我们打新评分 并且留言 记得一定要订阅这个节目 这样子我们播出的时候 你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 也不要忘了 请分享给你身边有需要的朋友 让那些朋友呢也能有收获 现在呢我们的节目除了在iTunes 在Android系统的podcast 或者是castbox google play 还有YouTube跟spotify上面都可以收听 所以选一个你爱的平台 请朋友选一个他喜欢的平台 一起收听一起成长吧 也记得加入我们的脸书私密社团 在脸书上面搜寻理想生活设计 你就可以找到我们并且填表单加入那个社团 在社团里面呢我们讨论很多理想生活啊 远距工作 还有自我成长类的内容 假设这是你喜欢的议题 记得加入我们的大家庭哦 今天其实蛮特别的 因为我原本并不认识Selvia 我也不晓得她是谁 但是我们呢就正好在我在爱妮岛旅行的时候遇到 稍后呢我会在节目里介绍我们到底是怎么认识的 而我也发现呢 她在过的生活啊 是跟大部分的人都不太一样的 因此呢在今天的节目里面 虽然呢我们不会介绍太多技巧类的创业攻略 但是呢旅行的意义之一就是要去看见不同的人 不同的人生 然后增加自己的视野还有想象力 如果说呢无法真的实际到当地旅行 那我们就来听听看她是如何离开朝九晚五 克服当地的签证还有语言的问题 在当地想到创业的点子 以及目前在推广的事业 如果说呢你想要看这一集的文字稿 请在网址上输入coeyk.co 写线 爱泥岛创业 爱情的爱 泥是女字旁的泥 准备好了吗 让我们一起欢迎Selvia 我今天特别开心可以邀请到Selvia 来到走冰茶水间这个节目 然后我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是怎么认识的 因为非常非常的特别 我是前阵子去爱泥岛的时候 去那边旅行 然后我其实是跟我助理 我们有点像是去员工旅游 就那个女生 她也是我认识很多年的好朋友 然后我们就去了一间酒吧 然后我就看到你 然后呢我助理就亚裔她就突然跟我说 诶诶诶就是那个女生 她写深深爱上爱泥岛 我说什么女生 然后她就说 因为都不是我在计划的嘛 都是她在计划 她在计划的 对 然后她就跟我说 我都是看她的blog 然后来这一趟爱泥岛都看 吃什么玩什么 要去哪里住 都是参考这个部落客的文章这样子 然后她就指着我 然后那时候Selvia就在酒吧里面 然后后来呢Selvia走出来 她就听到我们在讲中文 她就说你是台湾人吗 我们就说是 然后她就超热情的请了我们两杯酒吧 然后我想说 哇为什么会这样子 而且那天刚好还是Selvia的男朋友的生日 就是Henry的生日 然后她就马上说 诶你们一起来庆生 然后我想说 好嘛我们完全不认识你们 然后就整个乱了 去帮她唱那个生日快乐歌 然后隔天还超级幸运的是 在同一个餐厅遇到 然后还莫名其妙的这样子被 不小心被请客了 我就想说 被请了 对 我就想说 Oh my God 我都没有时间很好的谢你 然后回台湾之后 其实我就是有开始在 看你的Instagram 然后读你的网址 然后我就觉得 非常非常的有趣 很想要约你来聊一聊 就是什么样离开台北 然后你现在是定居在爱尼岛那边的生活 所以好 我说了那么久 来和大家介绍一下 你是谁 还有你现在在做什么呢 好哟 对啊 很开心能够就是在爱尼岛遇见你 那我现在就是一个住爱尼岛的台湾人 我是Sylvia 那我们是三年前来到 哎三年 没有我们定居这边已经三年了 所以我们来到爱尼岛的时候是五年前 已经是五年前的事情 那我们其实我们之前是北宝客 然后我们就是去了蛮多地方 但是我们都走海线 直到我们走到了爱尼岛的地方的时候 我们一年来了十次 到了第十次的时候就决定 哎我们干脆住下来好了 因为很多海岛其实都很漂亮 但是爱尼岛的地方就是有一种神奇的魔力 我们就一直再回来 结果我们回来到这边的时候 到第十次我们决定就搬过来住了这样子 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个点是 这是我第一次去爱尼岛嘛 然后我到了那边的第一天 我就马上跟我的朋友 还有跟我先生说 我们还会再回来 我会再带你来 我想要再回去 我就觉得 怎么会有这样的感觉 这是一个菲律宾非常美的岛屿 非常漂亮 但我觉得其实其他其实很多 像我们跑了大概近百个岛屿吧 很多岛像马蒂夫 也有很多地方很漂亮 但我觉得这边除了景漂亮以外 就是人 这边人非常善良 非常淳朴 你看到那些小朋友 你看到那些就是居民 你会觉得是从里面开心出来的 就他们能够带给你的快乐 就像你有出海嘛 出海船员都很开心 然后不管怎么样 他们都是笑嘻嘻 你就会充满着欢乐跟美景 你就会觉得疗愈 真的是这样 而且他们的人啊 当地人都会走路走一走 莫名其妙开始高歌 就开始唱起歌 对 唱歌跟跳舞 是菲律宾人 就是身为菲律宾人一定要的 跟莫名其妙人有点像 真的吗 对啊 超可爱的 好有趣 那我就这边就好奇问你 你说你在你后来是成为背包客 然后才开始旅行跟到了这个岛屿 在你做这个blogger还有背包客之前 你在做什么呢 我之前其实就是很很很一般就上班族啊 我在10139楼外商公司里面 就是做office里面的东西 对 其实我要离职的时候还蛮蛮痛苦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不知道就是像很多人习惯 因为我做了大概三四年了嘛 那你在习惯的一个舒适圈的时候 你要在改变的时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你会觉得害怕跟恐惧 你会觉得 我现在离开了 那我没有收入了 那我未来的未知太多 所以你就会很担忧 但是离职走出舒适圈 是我觉得人生最棒的事情 真的是这样 超不后悔的 真的 所以那时候就是 最棒的事情 离开了 然后开始去旅行 好奇在问 这么多 是什么样的契机 让你决定在那边生根啊 决定就是 好我们就搬去爱尼岛 怎么样契机啊 就是因为很爱海 很爱这边的感觉 然后一直都觉得 其实还有一个很重点 就是我很爱动物嘛 我爱动物爱到我成为数食者 那保育 保育动物这件事情 保育环境自然 就我很内疚 我很喜欢大自然的东西 刚好有一个机会 让我可以在 在Napong Beach那个海滩 你这次好像没有去到 在Napong Beach的海滩 有这个机会 让我可以保育小海龟 所以我们一开始 搬过来做第一件事情 就是改变它的生态啦 改变它的生态 让我有机会 能够在那边 创立一个 小海龟的保育区 这也是我有一点 毕生的梦想 所以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一点 对啊 好有趣哦 我是不知道这一段 我是有知道 你有在海放小海龟 但是原来就是 开始有这个机会 然后你也想说 那我们就来成立这个保育区 然后就住下来了这样子 对啊 但发现保育区 其实还蛮辛苦的 所以我们除了保育区 当然还要做一些 其他的东西 不然没有办法去支撑 保育这一块 没错没错 那这里就问到一个 其实 因为我猜啦 我的听众 应该都很好奇的问题 就是 怎么有办法留下来啊 就是那里的签证 你是使用哪一种签证 让你一直在当地呢 像我跟我老公 我男朋友他已经 他已经拿到 他是有当地身份的 哦 因为他不是拿 他不是拿台湾的护照嘛 所以他比较好申请到 当地的 当地的身份 但像我是台湾 台湾人要去申请 菲律宾的身份 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那 我有开一间bubble tea嘛 嗯 所以 我bubble tea的原料 都是从台湾来的 嗯 所以我还是每两个月 还是得回去一次 嗯 所以我并没有 拿到当地的签证 所以我每隔两个月 还是会飞 那如果有时候 必要留久一点 就用延签的方式 哦 了解 对啊 那你刚刚提到bubble tea 也是 那时候我们就是 一边吃饭一边聊天 就你有在说的 一些 对 机场要做的事情嘛 那 当时你怎么会有 这个创业的idea 就是 你说想要创bubble tea吗 对啊 我告诉你 这实在草妙 因为我很喜欢喝 泰式奶茶 嗯 喝泰式奶茶 所以我很想要开 一间泰式奶茶店 但是 我是台湾人 我怎么可以不卖 珍珠奶茶呢 这是台湾之光 所以我就开了一间店 因为自己想要喝 在Ferry冰这边 其实很纯樸 所以你今天想奶 你必须养一头牛 我今天想要喝珍奶 所以我必须开一间 珍珠奶茶店 然后 就这样子 因为想喝 所以开了 那开了之后 我发现 已经不是 不是想喝而已 而是想要把 台湾的味道 带到这边来 然后让大家知道 珍珠奶茶 这个饮料 是多么的 好喝 对啊 然后台湾人来的时候 也可以喝到 家乡的味道 觉得很棒 嗯 那有了这个idea 你怎么去克服那些 例如说当地的语言啊 或是语言啊 例如你要找找店 找人帮忙怎么办 超困难的 是啊 就是观观难过 观观过 你知道啊 嗯 就是很辛苦 找店 因为那时候 其实那时候还没有很多店 找店是 现在很困难 但那时候还没有那么困难 找店 语言的话 其实就是用英文 当地Ferry边人 他们英文非常非常好 就连随便一个嘟嘟车 或者是小朋友 他们英文都很不错 所以还是可以用英文沟通 所以这点是没有什么问题 再来就是ingredient的问题 嗯 这个是我为什么 每两个月要回去一次 是 因为 这边根本买不到 而且这边珍珠 非常非常不一样 所以你还是查 什么 我很坚持要用台湾味道 所以还是会 飞回台湾 然后把东西直接 那个托运过来 嗯 那有人说 为什么你不用寄的 直接买大量寄过来就好啊 你知道从 台湾寄东西到爱妮岛 要三到四个月 三到四个月过来 我东西都坏了 其实 我珍珠只能放三个月 寄过来 我刚好不用卖了 所以 所以我得自己回去搬 所以不要 不要觉得我珍珠奶茶卖很贵 其实是有它的原因 而且这样子也会限量吧 就会 我们又在限量欸 但是就是 就是让大家都能喝到 希望能够 有时候就是没有就对了 有时候没有就是缺货 我需要回去搬这样 那 因为我知道你现在其实是 就好像是爱妮岛的观光大使嘛 所以你就是自己有在经营Instagram 等于也是一个内容创作者啦 然后你也有在旅行 我还蛮好奇 你是怎么样同时兼顾旅行 然后你又持续这样的创作啊 其实爱妮岛它有 旅行是 旅行是我跟我男朋友非常喜欢的一件事情嘛 就是要看看不同的地方跟世界 那我们已经背包客了三年 所以我们觉得还是旅行是很重要 那爱妮岛它其实有三个月是雨季 对 这三个月的话 对 就是有趣的那时候 下雨下整天 你们很幸运好不好 遇到太阳 下雨下整天 所以很多住在爱妮岛的外国人 就是会趁这三个月去别的地方 或者是回家乡 对啊 像我们也会趁这三个月去旅行 去别的地方这样子 那 那当然去到别的地方 还是一样可以做 因为毕竟是网路 现在网路的时代 你就是拿电脑 然后有空有时间 就是写写文 然后把自己的感想 把自己的心得 就是分享给大家这样子 既然是这样 你觉得你有没有什么 时间管理的技巧 可以跟听众分享一下 因为感觉就是好像 蛮片段的 就是这时候旅行一下 然后可能有一个空 又要来做内容 还是说你会分天啊 我可能会有一个习惯 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 我们会找 在旅行的时候啦 我们会找一个咖啡厅 早上我们会一起工作一小时 对 那如果像文章 我并不是每天写嘛 那我就会 把他打好 每天的心情把他打好 那就那一小时 我们会做这件事情 对啊 等于一天是一小时 一定固定的 一小时是早上 对是固定的 那其他多余的时间 可能在车上啊 或是闲暇的时间 手机很方便 也是会 就想到就打 想到就写起来 对啊 毕竟是一个情绪的 的分享跟抒发嘛 没有说特定要在什么时候 只是早上喝咖啡工作 是一件蛮美好的事情 是 那我在想 听众应该很好奇 你的一天 到底是长什么样子 可不可以分享 就假设你没有在旅行好了 假设你在爱尼岛 我在爱尼岛的时候 对对对 好 以前比较狭义 因为以前还没有这么忙 那以前的话 我们就会出海 以前我们一个礼拜的话 大概有四五天都在出海 七天有四五天出海 那出海就很简单 那就是早上八点四十五分起床 然后去集合 就开始go island hopping 然后就开始出海 因为我们很喜欢飞带嘛 我们就是 看片所有爱尼岛美景 跟海底世界 就会这样练习啊 去自由潜水 然后回来就很累了 很累吃个饭之后 就差不多睡觉 吃个饭弄一弄 然后睡觉 这是以前一开始 然后之后 海龟季节的话 就会比较忙 就可能起来 然后我们要拉一段车 因为我们住镇上嘛 我们会拉一段车 去我们山脉 就Napong Beach Napong Beach那边 大概四十分钟的车程 到那边就开始 以海龟淡啊 然后把海龟重新富裕 把它放在重要地方 然后有些海龟会出来 我们就把它放到大海 这样 这是比较忙 海龟季节的时候 那现在的话 就是很想出海 但有点出不了 那为什么呢 因为 因为我们现在 除了我们 我有珍珠奶茶嘛 然后在我们 其实很怀念台湾的食物 所以我们有一间 中式餐厅 对 所以中式餐厅的话 就需要有人管理嘛 所以我们 同时也在经营了酒吧 所以我们有酒吧 有餐厅 有珍珠奶茶 所以自然而然 很多事情在做 我们都是需要去做管理的 你是 人必须在那边做管理吗 有一些已经 稳固的事业 像我珍珠奶茶 我就不用去 但有一些 还有其他 我们其实也有在盖饭店 我们也有帐篷旅馆 那我们这些东西 我们就比较需要去现场寻 因为目前还没有百分之百完成 对啊 所以现在就比较在忙一些 事业体的部分 对啊 好多事情哦 我都知道这么多 现在很多事情 一称狭义 但是明天我会出海 OK 明天都要出海 我还是希望 一个礼拜可以出海一两次 而且在那里出海超便宜的 我有经验到 我们大概连续出海了三天 然后那三天都是从一早九点玩到五点 然后去了五个岛之类的吧 然后我就觉得 大概换算台币七八百块 然后还付午餐 然后还有人帮你服务 给你水 我觉得超便宜的 超棒超美 就是对啊 以其他的国家来说 飞人出海真的很便宜 真的很值得 很值得 来这边一定要出海 对啊 不然太可惜了 不然就是 就沙滩也就还好呢 嗯嗯嗯嗯嗯 你想要经营个人品牌 用热爱的事物赚钱 然后打造一个 不被地点限制的工作 对吧 Zoey现在呢 正在推出一个 免费的四天带状课程 教你呢 要怎么样把你的兴趣 变成事业 好好的让你一边工作 一边旅行 第一天呢 我会教你 经营个人品牌 最常见的四个错误 第二天 带你认识呢 内容变现的三种方法 第三天 我会和你分享 兴趣和事业 最大的四个差别 第四天呢 和你聊聊 究竟要怎么样 去找到自己的热情 并且创造品牌的价值 如果说呢 你想要索取这四天的 免费课程 请在网址上输入 Zoeyk.co 斜线 BYL MINI 再说一次 是 BYL MINI 你只要呢 填表申请 你就可以马上 开始上课咯 那我们课程一边见啦 那聊到这边 我其实非常非常好奇的 想要问你一个问题 也是每个来宾 都会问到的一个问题 因为听众都知道 这个节目是在讨论 有关理想的生活 我那时候 接触到你 然后再去读你的故事 我就觉得 好有趣的一个女生 就是离开台北 然后搬到一个 可能自己都不是那么熟悉 语言还不是第一 就是两者都不是第一母语的那种 国家去生活 然后我之前其实也有遇到一个女生 她是 她搬到兰语 台湾的那个兰语 然后她 她也是台北人 那在那边 爱上了当地人了 就有结婚 生小孩 这样搬过去 然后也是开餐厅 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 诶好神奇哦 我们的人类的理想生活 可能就是清一色 会有一个比较大众 会有一个比较主流的 是希望财富自由啊 然后希望自己的事业怎样 结婚生子 可是也有一些人 他们的理想生活 会是这种 呃可能 完完全全就很特别 比较少数的 对 所以我想要问你 你认为的理想生活是什么啊 其实我认为理想生活 我已经在实现我的理想了 嗯 我们都住在台北嘛 它就是一个 就是城市 嗯 要学 要游什么 玩什么的日子 也都 也都体验过了 嗯 但会发现 其实我们 其实我们 一开始就是 出国去海岛 我们发现 简单 简单的生活 反而带给我们内心的快乐 是最纯真的 嗯 是最多的 所以我们来到这地方 我们发现 我们可以什么都不要 但是只要简简单单的 我们就觉得很幸福 嗯 所以我们就 就过来到这个地方 过来到爱你岛 这边真的是很淳朴 你也见识过了 嗯 很简单 但我们要不多 这样子其实就就够 就坐在海边 然后很放松 那看看海 然后为了自己的理想 跟为了自己 想要做的事情 去努力 然后去创造一些 不一样的价值 嗯 对啊 那在在爱你岛菲律宾 都是可以达成的 你可以把你所有 天马行空的想法 在这边去努力 把它成真跟实现 嗯 对啊 我在那边其实也有观察到 很多很多 呃外地人 是有进驻 他们的一些事业 到爱你岛本地 就是很明显的 整个观光业在启发 他们是一个 正在开发的状态中 对 他是正在开发的状态中 但是我们 我们其实我们也是在做 也是在开发这个地方嘛 但是我们希望能够带来 最不会破坏 他原本的样子的方式 来去做 做发展 嗯 对啊 像很多人盖饭店 就是盖钢筋水泥嘛 嗯 然后可能水源 他们也不是那么在乎 因为是商人 但是像我们帐篷旅馆的话 我们就希望呈现最原 最最好的一个 他原本的样貌 不要改变的太多 嗯 那这是很多商人 他可能不会去 去去做的事情 嗯 对啊 对啊 我也跟我先生说 哎 我们下次去的时候 我要订那个帐篷 我要住那个帐篷 对啊 来住 你会很喜欢的 对啊 我用看的就知道我会喜欢的 会爱上这里 一定会爱上这里 但是有时候会断电就是了 看原始了是不是 原始嘛 帐篷 但对啊 你会很喜欢 我很好奇哦 就是那时候 因为你说你离开你的那个外商公司 然后开始去旅行 嗯 有一个心理的障碍 就很害怕 那你从 对 一直到背包客 然后这样子不断旅行到 决定定居爱尼岛 那个决定的点 你有没有什么 就是也很迷惘 或者是有点不安这样子 呃 决定搬过来的时候 已经不 不太会不安了 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就是我妈很支持我 嗯 对啊 因为我妈妈 我妈妈在台北嘛 那我就很 就是会比她放不下 但是我妈妈就 就很支持我 就是应该要 走自己想要走的路 嗯 人生就这么一次 那你应该要为你自己的梦想 跟你想要做的事情 去努力去执行 嗯 对啊 我妈妈就 给我很大的support 所以我就 我就 我就来了 那 就是跟我男朋友两个人在那边 努力 那现在越来越多人 台湾人一起来 嗯 所以我觉得也蛮好的 主要是 我妈妈很支持我吧 家人很支持我 这一块 嗯 那你说的迷惘的话 应该是 一开始要离职 那种 那种迷惘 比较 比较大一点 嗯 嗯 但是如果说 搬进去还好 对啊 因为能够得到家人的支持 好像你也比较能够去 勇敢 就有勇气了 对啊 有勇气去做自己 想要做的事情 嗯 那你在爱尼岛的下一步 有什么样的计划呢 刚听你讲了那么多 下一步的话 其实我们现在的话 可能会 我自己啦 我个人的话 我个人的目标跟理想是 因为我们保育区 我不是 是持专专业的嘛 我们本来从 我们做了三年了 第一年只有两百多只小海龟 那我们花了两年时间 改变了整个非日宾 那个沙滩的生态 非日宾人是会吃海龟蛋的 哦是哦 很惊讶吧 因为对他们来说是 不用钱的 是天然的 所以他们会吃海龟蛋 对啊 但我 就像是鸡蛋这样子的蛋 就是安吞蛋 对 但是对他们来说就是 对啊 我一开始很生气 但后来能接受 因为他们是渔村的人 都很 比较贫困一点 所以他们会吃海龟蛋 那我们花了两年的时间 去教育跟改变 所以他们现在不吃了 我们花了两年的时间 他们已经不吃海龟咯 而且会跟我们一起保育海龟 他找到海龟会跟我们说 哎呀 好可爱哦 很可爱 然后重点是三年嘛 第一年两百七十五颗蛋 第二年 我们一直在进步嘛 第二年的话 我们放了大概两千多颗蛋 那第三年我们找了 就是当地人 非常专业团队来 就是教导我们跟指导我们 已经放了五千多颗 快六千颗的蛋 好多哦 的小海龟 对啊 所以我的 我自己的目标跟期望 是我们团队能够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然后能够把东西弄得更好 而不是我们自己私人在放 而是可以有 更多人可以进来 客人可以进来 或是 我希望就是 不是只有我们私人自己在 在release的海龟 应该是可以让更多民众 更多大众知道怎么样去保育 保育海洋 跟说就是海龟 为什么要去保育它 这件事情 让更多人去知道 那因为现在就是我们自己在默默的做嘛 那我希望它能够更有规模 比较能够完善一点 更完善一点 真的其实蛮 我觉得这蛮伟大的 就是好像 我以前也经历过一段时间是 就自己旅行嘛 也当过背包客一段时间 然后现在定居在美国 然后就是自己创业这样子 我觉得我的那个心境 也有一点点变化 是从一开始 我就是为了我自己 而去旅行 而去探索 然后后来好像就是开始有 可能比较有使命感吧 或者是觉得说 有一些事情是希望去推广 或者是有一点点 开始有一点点社会责任 以前都不觉得啦 以前都觉得 这光是什么事情 现在才会觉得说 其实是很希望可以有一点点 自己的努力 然后让 尽管只有一点点 可希望让社会啊 让自然啊 让人文变得更好 能够更好 能够因为你的存在 而让这个世界 或是你身旁的人 能够变好一点点 我觉得这就都够了 非常谢谢你 那如果说大家对你感兴趣的话 哪边可以找到你呢 可以像你朋友那样 你们可以到我的 Facebook的粉专 我Facebook粉专有一个叫 深深爱上爱你岛 那我都在讲 就是所有关于自助旅行 关于就是怎么来爱你岛 然后怎么玩 怎么自助的 那其实我会创这个 深深爱上爱你岛 也还还蛮有趣的 我之前一个人到自立的时候 自立真的是语言不同 我一个人非自立 然后去找我男朋友 结果我发现 英文也不同 他们不讲英文的 对 很多男朋友都不讲英文 完全不讲英文 然后就是其他语言 我也不会西班牙文 所以就是完全没有办法沟通 然后再来就是 我要找那边的资讯 其实是不多的 嗯 对我发现很有限 那爱你岛的资讯更少 在五年前是没有资讯的 所以我创这个 深深爱上爱你岛 我希望所有自助的旅客们 或是想要来这边旅客们 都能够获得更多的资讯 在这边能够玩得更开心 对啊 能够更爱上 跟我们一起一样 爱上爱你岛这个地方 嗯 而且Sofia的 网站很好找 就是你打爱你岛的第一个出现 然后它里面推荐的餐厅都是 我认为也很好吃的 非常好吃 好吃的不好吃 我不会推 我们之前来采过太多蕾了 吃过太可怕的东西了 所以就是请乖乖的follow 就是不断吃到不好吃 对对对 就是follow上面的都是好吃的 我们已经见证过了 然后最近我还今年 今年两个月前创立了IG 因为现在大家比较多用IG嘛 Instagram 所以IG也有一个 Alnita520的IG粉专 IG专页 大家也可以从那边找到我们 那我们也会无料 就是免费的帮大家订出海 所以你们有需要我们帮忙的话 就是尽管我也没关系 嗯 好 就当义工导游这样 真的 真的很棒 真的超开心 可以 我觉得你算是我难得约到 比较不一样类型 比较不一样属性的来宾 因为这个平台比较讲 讲比较多是什么品牌啊 什么经营的品牌啊 然后什么 哦 对就是会有那种 也会讲一些情绪教育 可是都是比较知识性质 比较硬的 然后我今天就觉得 很想要聊一点 这种 不一样 对啊 理想的生活 就是真的到一个外地去 展开你 玩完全全不一样的人生 对 今天的重点整理 一 离开公司稳定的薪水 通常是每个人最害怕跨出的那一步 但是呢 据我的经验所知 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遇过 一个人跟我说他后悔离职的 有时候想想就会觉得 其实工作如果说现在也不是多好 那好像就是再早就有了 反而是呢 有一些想做的事情 如果说现在不做啊 以后也不大可能再去做了 二 很多人会担心自己没有办法 一地旅居 最害怕的就是签证那一关搞不定 不过呢 Salvia其实已经定居在 菲律宾爱尼岛了 三年多了 也许呢 转换环境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难 在某个国家或城市 待上六个月或三个月 其实呢 也都是很不错的尝试 三 怎么兼顾旅行和内容创作呢 Salvia分享 她自己会在早上花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专心的工作 剩下的内容呢 则是在通勤或者是吃饭等 碎片化的时间内处理 而我也认为呢 尽管你现在可能无法离开你的工作 你也可以呢 在通勤吃饭或者是其他的时间 来做一点自己的事情 为你之后的规划铺路 还有做准备 你喜欢今天的内容吗 其实我觉得今天算是一个不太一样的尝试 虽然我们聊的并不深 但是呢 当我遇到Salvia的时候 我就开始观察她的理念啊 她想传达的内容 还有她的获利模式 我都觉得是十分有风格 而且很值得研究的 包含她怎么精准的使用缝隙市场 也就是爱尼岛这个岛屿 然后专门写那边的资讯 都写得很深很细 以及呢 她是如何找到当地的投资机会 去克服可能会有的障碍 Salvia说到 如果有什么天马行空的想法 在爱尼岛都有机会成真 我也认真觉得 可以听到现在这一集节目的你哦 其实是非常幸运 而且非常幸福的 这就代表啊 你有饭吃 你有工作 而且你有地方住 你是处于一个安全的状态 你才比较有可能就是 有网路 有这个资源 来听到这一集的内容 虽然说呢 常常哭喊 哇 薪水不够用 可是搞不好 把同样的条件 拿去菲律宾的小岛上面做比较 你可能就是个含着金汤匙出身的富贵人家 你也许呢 没有办法在台北买小套房 但是呢 你可能在爱尼岛或者是屏东 就可以买下一间豪宅 你可能没有办法到欧美旅行 但也许呢 你可以一地工作 你可以换到花莲或者是台东 住上几个礼拜 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远距工作 是如此的重要 因为呢 想要创造环境 首先要跳脱的 其实就是时间还有空间的限制 我也希望呢 透过走并场时间这个节目 能够呢 让你更加一步一步的知道 要怎么去提供价值 怎么给自己一个就业的机会 所以啊 如果你想要学习 怎么把你热爱的事物 变成事业 打造一个不被地点限制的工作 记得 一定呢 要来收取我们的免费四天课程 就算呢 你最后 没有要加入我们的付费课程 我相信 四天的免费内容 其实 已经很足够 你来做一些调整和思考了 那记得 网址是 zoeyk.co 写线 bylmini 直接输入呢 你就可以跟我们索取课程咯 非常感谢你今天的收听 如果说呢 你有任何问题 或者有任何的看法 我都非常欢迎你 回到我的网站 或者是Instagram上面找我 我的网站网址呢 和IG的账号一样 是zoeyk.co 记得呢 截图这一集的内容 然后tag我 还有salvia 让我们知道 你有在收听 最后的最后呢 我知道你是非常忙碌的 我也知道呢 你可以选择 去做很多其他的事情 但是呢 你却来听这一集的节目 我真的真的 非常的感谢你 现在呢 我也想要请你 花30秒 可能要更多的时间 想一想 今天的问题 我还蛮想要知道 你的理想生活 是什么呢 把你的答案 分享回这一集的原文里吧 我们下次见咯